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让人叹为观止 以峡谷而著称 而对于普通的游客来说 这里最有名的是它的户外徒步路线 也被称作是最适合徒步的国家公园 你看 我们要爬到那上面 今天呢 一涵就带大家一起去征服 Zine国家公园最有名的景点之一 就是Angels Landing 被翻译为呢 天使的着陆地 听着名字就有无限遐想的美 但同时呢 Angels Landing也被称为 是世界上十大险峰之一 我们呢 要从这个山脚缓坡 走两英里到山峰之下面 然后呢 再走十几个像这样的弯向上攀登 其实这个时候啊 体力一人已经是一个挑战了 Nikki 你累了吗 Nikki 你累了吗 Jerry Yeah Okay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Oh it's fine Yeah Let's go What'd you say? Let's go Okay Let's g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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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有个平台 我以为到此就结束了 没想到真正的探险才刚刚开始 在步道的这个入口处有警示牌 说从2004年起 就有六个人从这儿跌落死亡 哇 第一句话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在2014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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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死于和这些藤属 发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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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型,OK? 好,OK 再等你再一次,等我 等你再到你的地方 整个走下来是有铁链的地方就抓紧铁链 没有铁链的地方就把身体尽量的靠近身体 然后扶着石头压低你的身体的中心 一路上基本上都是手脚并用 有时候还会用到屁股 我觉得攀爬的过程中我就很像Postal 因为两边多了悬崖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的 到达山顶那一部分就没有铁链了 是很狭窄的山脊 然后那个时候心跳就很快 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 终于登到顶峰 像很多人一样坐下来 可以欣赏一下远方和山下的美景 当我们安全到山下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这个铁链都断掉了 Anyways我们终于征服了美国最恐怖的徒步旅行地之一 也是世界上十大闲峰之一 Angel's Landing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想 辞旧迎新献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可能是去探险去征服 不管2018年你是怎么样度过的 好歹2019年来了 让我们带着所有的荣耀和征服 以及所有的好的坏的 化身据点 迎接新的一年 再见